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解析的函数 那么假设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域里面 它有个点叫做Z0 这个Z0的点刚刚好是 这个函数在那个地方是 它不可解析嘛 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是这样子 那么他说假设是这种状况 那么我们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做以下的展开 其中有个呢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平常呢 因为证明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当它很大很大的时候 它一定要收敛 所以事实上这个加呢 在我们真实的状况里面 都不会加到无穷大 OK 我们针对这些来看看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AN是什么意思 因为其中啊 前面这个像只是个很简单的态勒展开而已 相当于 我们对这个函数啊 除以Z star 减到Z0的N加一次方 DZ star 那这个时候呢 它绕着一个路径啊 C 来几分 C在哪边呢 C的路径刚刚好就在D里面 可以解析的范围之内 OK 它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BN是什么呢 BN当然就是等于 2πi 它也是绕着C OK Z star 减到Z0 N减1 F Z star D Z star OK 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它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在这个ANNUAL的里面呢 是可解析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展开来 好像看不出来 有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地方 但它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样 当我们B啊 变成为B1的时候呢 各位请你看看 B1的时候它会等于什么 2πi 这边呢是积分 然后1减1呢就没了 就是成下FZ Star DZ star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假设有个函数 你对它积分 这个积分呢是个密闭的回路积分 这个函数在密闭回路积分的里面 包含着一些不可解析的范围 记住FZ呢 在这个中间的圈圈里面是不可解析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解会等于2πi 乘上B1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Residual 的一个定理 OK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展开里面来回推 我们这个东西的积分应当是怎么样的 记得我们更早的时候有教过 假如说我们这个积分的路径C 在这个G的过程当中呢 不只是路径上可解析 路径的里面也全部都可解析的话 它的积分只跟前后位置有关系 而跟路径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你绕一圈 它一定变成0 那它现在呢 里面包含着一个圈圈 这个圈圈里面最重要是这个Z0 假设只有一个点好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圈圈缩小到一个点的附近 把它框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点上面 它是不可解析的 假设根据以前呢 你不晓得应当怎么做 你必须要从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积分从头算起 对不对 当然简单的可以算 但复杂的不晓得怎么算 这个Laurice的定理呢 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这种状态下面 你根本就不用算 你只需要把它展开来 知道导数是一阶的状态下面 Z减到Z0 记住Z0是它不可解析的点 上面N等于1的时候 N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B1 就是你的解了 B1乘上2pi 就是你的解了 假设有这么简单的 那么你赚到了 对不对 OK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 出发 去理解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当中呢 我还介绍了 不算是介绍了 复习一下 以前几个重要的Series OK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写这个 我直接用黄色的笔 假设有个Series1减到Q 它会等于什么 它有两种状况 Q要是小于1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写成这样 Q要是大于1呢 那你怎么办 很简单啊 我就把它怎么样 抱歉 这边写成Z的时候 我就不会写成Q了 我看看是不是Q 这边应该是Z吧 假设Z大于1 那你怎么办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拼回原来的样子 那很简单 我把Z提出来 是不是等于Z分之1 乘上 你看我把Z提出来 分母 那是不是Z分之1 减掉1 Z大于1 Z分之1会小于1啊 那我只要把它颠倒 取个负号颠倒就可以了 那么是不是前面相当于同样的式子 只不过Z变成Z分之1 然后乘上负1除以Z就好了 你这样一弄呢 它就变成为 负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 N加上1 本来你Z换成Z分之1 就等于Zn次方分之1嘛 但外面又乘上个Z 就变成Z加1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样子写 OK 所以请将这些东西记好 那一旦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种特别的函数啊 稍稍微来看看 我们来求取B1这么求 B1并不是代表你每次都要乖乖的 从头到尾把它展开来 不需要的 OK 你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地方来看待 假设有个是SimplePole SimplePole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领域呢 它感兴趣的C积分呢 在里面呢 只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你把它划成为这个展开来之后啊 N呢 它就只有一个1 也就你只能够算出个Z减到Z0的一次方分之B1 如此而已 没有Z减到Z0的二次方 没有Z减到Z0的三次方 更高次方通通都不会出现了 假设有这种 这个叫SimplePole OK 那SimplePole的意思就是 它的Z减掉Z0啊 上面一定是一次方 OK 请大家记住一下 它的这个 OK One only 假设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说 if 假设 这个FZ哦 记住哦 它在annual list里面有用 我是不可以形成PZ除以QZ 当然啊 我们说Z0是它不可解析的点 那 Q在Z0的这一点呢 一定要等于0 等于0它就发散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是告诉我们 QR在Z0的这一点 一定要等于0 只是形式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先暂时讲起 假设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B1呢 B1我们写个定义 就是它是FZ的什么 Residu 在哪一点 Z等于Z0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可以写成两种写法 第一种 我们就把FZ啊 它不是说在Z等于Z0的地方发散吗 我就先直接把它沉掉 之后呢 我让Limit Z去均匀Z0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直接就把B1求出来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展开来 展开了这么辛苦 再去找B1是长什么样子 根本就不需要 我直接算就把它算出来 或者 我可以把PR Z0带进去 下面Q呢 一次放微分之后 再把Z0带进去 也可以 这两种方式 统统都可以直接算得到 OK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紧接着呢 你就会问一件事情 那么假设它不是一个 SimplePole的手引擋怎么办 OK 我再把SimplePole的样式 再写一次给大家看 假设是这样 就代表FZ呢 本身啊 可以写成一个Summation N等于0到无穷大 An Z减到Z0的N次方 这是 泰勒展开式嘛 然后它会多一项 B1 除以Z减到Z0 它会多这项 那B1怎么求 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求 好 我们现在只证明第一个部分 证明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 假设不是SimplePole 而是Multipole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发觉啊 一样画葫芦 一个想法 一直的Carry on下去 你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就变得非常容易 OK 我们来证明一下 第一个 OK 假设有个SimplePole的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就这样子 一次方嘛 对不对 的导数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现在要问 B1等于什么东西 B1你看你下面处于这个东西 我可不可以把它整个乘上 Z减到Z0 乘上FZ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一乘 B1是不是就跑出来了 B1 我把它写在前面 后面这一大串呢 是不是你变成N等于0到无穷大的 AN Z减到Z0的N加上一次方 对不对 因为你在乘上一个Z减到Z0 假设我可以把后面把它丢掉 只剩下前面 那B1就球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 我们让它Limit Z趋近于Z0 Limit B1 已经是个常数值了 所以呢 有没有Z趋近于Z0 都一样 它就等于B1 后面呢 很好玩的是 不管你N等于什么 后面一定有Z减到Z0的 的次方向 Z B进到Z0的时候呢 直接用Z0来取代Z Z减到Z0 刚好等于0 后面整个都不见了 B1就跑出来了 诶 是不是我们就求得了这个 right 非常简单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现在 我们有个Multiple 那我们要怎么办 假设有个函数 FZ呢 它M个Pol 它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FZ呢 可以这样子写 前面呢 它都展开 后面呢 很重要哦 我一个个写 B1 Z减到Z0 B2 Z减到Z0的平方 一直来一直来 一直到最后面 BM Z减到Z0的M次方 记住一件事情 假如说我们要求得一个FZ的积分 FZ是什么 FZ指的是在一个annulus中间可解析的函数 假如说我的积分呢 就是绕着中间这边移动了一个圈圈 这圈圈里面包含着 它不可解析的Z点 那我们的这一个积分呢 本身还是一样等于2Pi 乘上B1 当然我们希望呢 你要是管它拿来就把它展开来 你B1当然找到就是你要的答案 但我们希望能够像左边一样 找出个简单的方式 我们不需要展开来 我们就可以算得到B1是长什么样子 那这样对我们才方便嘛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要同样的方法 OK我们在这边写一下 假设FZ 现在呢完全一样哦 OK假设是这样 我要求的B1 我一看 我把它乘上Z减到Z0 B1就跑出来 就类似这边嘛 对不对 我也把它乘上Z减掉Z0 那么这样子的话 左边会变成 Z减掉Z0的N加上1 再加上B1 再加上B2 除以Z减掉Z0 一直加 加到BM 乘上Z减掉Z0的M减1次方 其实哦 既然它是M个Pol 这个M绝对不会是E 对不对 E就叫SimplePol 假设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再取个Limit 学这边E啊 让ZB进一到Z0之后呢 前面不见了 因为都变成0嘛 后面的惨了 还是发散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势必不能这样做 Right 势必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需要想个办法 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的做法是希望说 我乘上Z减掉Z0之后呢 后面这个Limit 后面刮糊的这一段里面的东西啊 都没有Z减掉Z0在分母的 那我Limit就有意义了 Right 那我现在我应该要怎么做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建议做一个 假设这样不行 那我们试另外一个方式 我将整个呢 乘上最高次项的Z减掉Z0 M的M次方 假设我直接乘上去 那么这边是不是等于 前面的部分都不动嘛 B1呢 就会Z减掉Z0的M次方 B2呢 Z减掉Z0的M Z减1 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最后变成BM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应该要怎么办 我们重点是在于这个 我们目标一直要把它解出来 这是我们的重点 现在只是怎么样把它ISO了起来 OK 假设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搞不清楚 这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 但是假设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把这整个的东西啊 把它叫做一个函数 叫做 GZ 我把它定义成为GZ好了 GZ是什么东西 GZ是个可解析的函数 它有没有什么地方发散的 没有啊 对不对 现在没有任何地方发散 那既然它是可解析的 我可不可以对它做TIT展开式就好 我直接对它做TIT展开式 就相当于第一个式子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为 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写完之后我来跟它做个比较 这样子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展开来吗 我们重点是要跟它比 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哪一项 这个东西里面一定有个地方 当N等于M的时候 是Z减掉Z0的M次方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等于A0 再加上A1 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其中有一项是AM Z减掉Z0的M次方 再一度再加上去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不是说的吗 我们的眼光是在B1哦 B1后面是Z减掉Z0的M次方 是不是跟它一样 所以在B1一定要等于AM AM等于什么 这个是 对嘛 就相当于AM 对不对 是不是等于 假设我直接写成为 这个 好像帮助不是很大 帮助不大 我又不是要求起这个的积分 我要求的是FZ的积分 所以我必须把它改变一下 就你发觉一件事情 经过 经过 你这样把它丢进来之后呢 然后AM要变成什么 M加E 对不对 它是不是2πi 这边嘛 NZ减掉Z减掉Z0的M次方 FZ Z减掉Z0的M加E次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消掉一个 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 我本来要求的是FZ的 的这个积分啊 现在你变成FZ除以Z减掉Z0的积分 这样还是很奇怪啊 因为Z减掉Z0呢 它本身在Z0的这一点是发散的嘛 所以这样好像帮助不大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回到比较早先的 比较早先的 以后一个区选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来找一个公式好不好 对 没有错 直接我们就用微分来算会比较快 记得啊 我们以前在交了一个微分室 假设有个analytic function GZ 那么你把G在Z0的这一点 OK先微分 再这样它会等于2πi FZ Z减到Z0的平方 DZ 这样一路下来 微到DM 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它 我把这个东西呢 V分 这边有M减1次 我要是V的M减1次呢 是不是 B1系数就会跑出来 对不对 那我就用这一招啊 就好像X 假设有一个HX 不管怎么样 到一个地方叫做B1 XM次方 我V了M次 X的M次方 V完之后 是不是只剩下B1 前面就是系数而已 对不对 我可以用同样的做法 所以我发觉这一招做下来 自讨没去而已 把它丢掉 所以这样相当于呢 我把它V个M次 OK V个M次 GZ VM次 M减1次之后 M减1次哦 M减1次V完之后 V第一次会个M减1减1 M减1系数 V第二次会个M减2的系数 V第三次会个M减3的系数 一直摆下一直摆下一直摆下 一直摆下来 但我希望V完之后呢 只剩下B1就好了 所以那些系数 我必须把它除掉 这样子做完 是不是相当于B1出来了 比较快 对不对 我还管你这个下面 假设可以这样子做 那就简单了 因为这么VM次是V它 它VM次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 M减1次方的阶层 OK 然后让Z呢 等于Z点 解决了 OK OK 所以请大家呢 把这个记下 这样就好 OK 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2块B1 2块1 0 2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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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1 2 r2 我们知道它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第一个case SimplePole SimplePole的意思也就是说 它展开来之后呢 只包含一项 只有这一项 IfFz可以称为Pz除以Qz 而且Qz要在Qz0的地方 一定要等于0发散 那么这个时候它告诉我们 B1怎么求 B1等于写成Fz的residue 当Z等于Z0的时候 它等于什么 等于两个求法 第一个Fz呢 你先把Z减到Z0把它减掉 然后呢去limit Z呢B进行到Z0 或者是把P呢 直接用Z0带进去 Q呢先为完分之后 再把Z0带进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假设是Mple 所以呢 它一定有什么 B1 Z减到Z0 再加上 一直加 BM Z减到Z0的M字房 这种展开来 那么这个时候 B1就可以写成什么 M-1 阶层分支 D M-1次 除以DZ M-1次 Z减到Z0的M字房 FZ 做完之后 让Z等于Z0 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看一题例题 假设有个FZ呢 写成这样 50Z 除以 Z平方 再这样 两倍的Z平方 Z三次方 两倍Z平方 减掉7Z 加上4 假设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假设你整理一下 你会发觉 它可以变成为 50Z 除以 Z加4 乘上Z减到1的平方 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它有一个什么呀 A single pore A simple pore at Z等于负4的地方 对不对 A second order pore at Z等于1的地方 这个不是有这么多个pause 抱歉 这是Mth order 前面我也把它改一下 免得自己都记错了 OK Mth order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 dependent on我们的积分呢 到底我们积分是做什么东西 假设 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 有个积分的 close path 假设是C1 C1呢 假设呢 include Z等于负4 only 假设它只包含这一点 那么这个是要用的是 前面的那个simple pore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simple pore的积分 那么它就变得很简单了 它们点2πi 乘上b1 那b1会等于什么 b1会等于 z 加4 乘上原来的 然后limit 让z呢 b进一道负式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这样这个简单啊 因为这边都完全消掉 这目的就是要把它消掉 所以我只要把它丢进去就好了 它是不是里面 2πi z丢到负4 是不是等于负了200 除以 4 520嘛 200嘛 负4 负1 负5 负5的平方 525 25 4 对不对 答案等于多少 4πi 负5 6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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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2πi乘上b1 b1等于什么 b1等于m减1 m就等于2啊 2减1就为1的阶层分之1 对不对 然后里面是积分 2 2减1就等于1啊 就我只要积分一次就好 对谁积分 对这fz前面乘上z 减掉z0 现在是1嘛 z减掉1的second order平方 除以z加4乘上z减1的平方 做完之后 让z减1 对不对 大家看起来很简单啊 前面乘这个为了也是把它消掉啊 所以现在微分 微这个分 前面又是1嘛 它们等于2πi v分 z加4分之50 会变成什么 z加4 的平方 分之 前面不动 v后面 后面等于0 减掉 上面不动 v后面 乘上z就是 负10啊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让z呢 等于1 1带进去 5 5的平方 25 25 负2 7点 7点 这个包含住第二个点的7点 我问大家 假设我有个区域 不包含任何一个7点 基本上等于什么 0啊 那假设我两个都包含了 两个都包含了 那我怎么办 很简单 就是把它夹起来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